要治療新型冠狀病毒 除了西藥瑞的西微 中藥也有了解方 衛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 跟台中龙总三总等医院合作 尝试以中心合并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结果发现能缩短患者的住院天数 14名患者中8到10天 就有12人三次裁剪 硬性出院 可以对病毒的这个 脊蛋白跟这个 Ace2接受器结合 有很好的阻断的作用 这在新型冠状病毒 相关疫苗还没问世前 无疑是个好消息 中医药司也把这发现 交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希望能将中医疗法纳入治疗 各家医院治疗 当然尊重各家医院的选择 那至于要不要纳入所谓的 我们专家小组所建议的 临床指引语面 那就是由专家小组 大家共同来讨论 这次西医主要是为支持性疗法 中医则锁定病毒清除 也在SARS里学习经验 以中药来抑制重症患者身体体内 避免细胞激素风暴 虽然临床实验 引有患者康复 但相关的配方 还需要接受专家小组评估 才能纳入中央治疗之影